黄埔军校十大名将排名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三连 黄埔军校人才辈出 接下来的十大名将 也认为哪个最厉害 第十名王耀武 都说您碰阎王也莫碰老王 其中的老王指的就是王耀武 他不仅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还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 钟正剑的石油人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 王耀武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抗日战争时期 他是最能党的十虎将之一 1937年松武会战时 他只是74军的主将 到1945年的雪峰山战役 王耀武已经成了国民党陆军 第四方面军的司令官 当时的他年仅40岁 雪峰山战役中 王耀武用两个月的时间 共击毙敌人28174人 这一战役的成功 不仅振奋了人民的抗日激情 也让他有高升了一波 直到后来 败在苏裕大将的手下 于1968年 王耀武并逝于北京 享年64岁 第九名 关林征 关林征有一个外号叫关马 指的是他打仗勇猛 在战场上一往一前 说起国民党的抗日冥将 必然是要有他的 因为他还有一个名号叫 中国的挖盾 足以可见他有多有望 关林征是个军事天才 这一点到他上了战场才明白 刚上战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临危不乱的大将之法 为所有人惊奇 后来到了凯尔庄战役 他率领部队 在极端的劣势下 干掉了日军所有的起变 剩下的日军 只能狼狈而逃 直到凯尔庄战役末期 关林征干了敌人 约1400人 一瞬间名声大噪 被时代周刊赞扬为 中国的罢盾 抗日战争结束后 关林征卸甲归田 再也没有拿入墙 第八名 杜玉明 杜玉明是黄埔系的骨干 一个曲子和鼠帅才 也是著名的抗日将领 他打的最规划的战役 是抗日时期的每一场战役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昆仑关战役 共戒命敌军5000余人 在战场上 他重成了号称铁军的 日军第五师团 获得昆仑关大姐 而杜玉明的战术十分独特 不仅和他的性格有关 而且偏西方化 经常打闪电战 闪电战也可以说 是他最出名的一个战术 杜玉明最意气风发的时期 曾与林彪交手三次 且军战闪风 一时间风头无凉 但最终 败于肃裕之后 成为俘虏 于1981年 患肾衰竭逝世 享年77岁 第七名 于济石 于济石 据说是蒋介石的外甥 一生终于老蒋 最后却被老蒋打入冷宫 而他最令人称赞的 是主动请营抗日 是抗日战场上的原虎将 抗日战争时期 于济石的性格 造就了他的勇猛 他这个人是出了名的暴体姐 能用拳头解决 就绝不浪费口舌 所以在松户会站的战场上 于济石身心世俗 愤勇杀敌 在腹部重伤 肠子都打穿的情况下 他非要和日军 逼个拟死我活 还是被张志忠硬拉回来 才看看保质一条性命 后来随蒋介石 一起去了莱湾 于1990年并驻台北 第六名邱清泉 邱清泉因为性格暴躁 拉起上来不要命 被人称为邱疯子 但他文化功底不错 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军中秀才 视刘伯成元帅为最大的敌人 为了战胜刘伯成 甚至专门走一年了 战胜刘伯成之秘诀 可惜没用啥 邱清泉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 而后在库龙关战役中 一战成名 他自己认为 这是他平生打的最畅口淋漓的一仗 而之后的滇西缅北战役 又是他的一次得意之作 这场战争中 他一路上势如破竹 最终大脱缅甸公路 收复了龙敏 但是他传起了一声 最终败本速遇 可惜他的死亡原因不详 不知是被击毙 还是自杀什么 第五名 黄百涛 黄百涛的一生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孤沉 他在国民党里没有派系 没有根系 没有根基 也没有靠山 完全是靠自己一人之力往上爬 所以 他与大度高级降临一头 没什么不良嗜好 他奉公守法 刻板得像个老古短 黄百涛打仗 有两个特点 刃和狠 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战役 是玉东战役 在苏玉的权力攻击下 他死战八周年 套和泥江水 撑到了云军到来 就连我军都承认 黄百涛是条汉子 而像黄百涛这样 老老实实打仗的人 在国民党里很难得 可惜 走错了路 于1948年 在淮海战役中阵亡 第四名 胡连 胡连 号称金门王 与胡宗南 并称为二胡 他可以说是国民党里 最能打仗的一位将军 也是我军与国军对战时 最难打的一位将军 他曾三次逃脱我军的包围圈 如果说一次两次逃脱是侥幸 每次都能全身而退 那就是实力 就连苏玉将军都称他为 汉将老财 胡连一生之中 最辉煌的一场战役 是石牌保围战 在这场战役中 日军连续冲锋三天 依然没能通过国军防线 在战争的最后 双方都进行到了 最惨烈的白人战 国军最终凭借誓死如贵的精神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第三名 谢建元 说谢建元 其实就是说谢建元倒八百壮士 2020年上映的八百 就是为纪念这八百壮士 而进行创作的 在上海即将沦陷之时 谢建元 戴练八百壮士 在四行仓库 与日军奋战四天四天 打退敌人 十余次疯狂见过 用生命和鲜血 守护了一个民族的罪业 而谢建元 这八百壮士 也被写建了 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灵 和英雄群体名录 被追认为英雄群体 这八百壮士 每一个都是中国人民的 杰出代表 让我们缅怀他们 第二名 高志航 高志航是第一个打架 日军飞机的英雄 被称为中国空军 四大天王之首 我国的王牌飞行员 提起抗战空军 就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 意大利人莫索里尼 出高架和最好的职位 想要留住高志航 但是他回复说 我的职位在中国 我只愿做一名中国军人 他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 后来更是被国牺牲 多少惨灵的战役里 空军之邪 都有他的名字 感动了无数爱国人士 他是名副其实的 空军第一人 是真正的空军军魂 也是中国空军 坚持抗战到底的 一面精神气质 第一名 林彪 林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东北野战军司令 三大战役里 辽神战役 平津战役 都是他指挥的 他的前半生 是战神的传奇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长盛元帅 他有多当的 我们都知道 但有很多人不知道 他前期是从黄埔军校 早帅的一个学员 他也是在黄埔军校时 才改变为林彪 蒋介石对他又后悔 又佩服 后悔没有留住他 佩服他确实厉害 看完这个视频 有不同的见解吗 欢迎在评论区 发表高见